哈囉大家好,我是迪花 今天要分析的是 黑五子為什麼是D之一族? 他的宿命是什麼? 黑五子的真正敵人是伊姆大人 破山百戰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也歡迎加入我的DC意識淘汰賊王 就開始吧 我們先來簡單了解一下 D之一族為什麼有他們的宿命? D之一族目前主線只有給出一個線索 那就是克拉松曾經與羅說過 D是神的天敵這句話 而神不外乎就是現在的伊姆大人 或者是天龍人這些人物 那為什麼會是他們的天敵? 最能聯想到的事情就是空白100年事件 當時古代王國被毀滅後 世界政府就成立了 所以這裡最簡單的聯想就是 D之一族創建了古代王國 然後世界政府毀滅古代王國後 想掩蓋所以有了 隱藏空白100年的責任 塗魔令奧哈拉一堆之類的 所以可能有了D之一族是惡魔說法 想看更深的D之一族可以去看這支影片 所以D之一族目前的敵人最有可能就是 世界政府或者是櫻姆大人這些人 而櫻姆大人也有與D之一族宣戰 那就是把幾張照片撕爛丟在地上 裡面包含了魯夫、黑屋子還有白星 白星很能理解吧 畢竟他是古代兵器 但魯夫還有黑屋子是什麼意思? 你可能會覺得這是當上海賊王的人選 但是當時凱多、大媽、紅髮都比這兩人更有機會當上海賊王 但是只找他們兩麻煩 唯一的線索就是 他們兩個是D之一族的可能 意思就是 當上海賊王如果是D之一族的話 那麼就會給櫻姆大人帶來問題 可能得知空白百年後 想為D之一族的人報仇 可能會威脅櫻姆大人之類的 所以要除掉 這就是D之一族可能的宿命 所以標題的問題就是 黑屋子作為目前主角群的第一反派 紅髮和草帽團都很有可能會與他對到 就是一個那麼容易輸給主角角色 那麼他是D有什麼意義? 我們觀看以往的D之一族 幾乎都有自己的使命 舉以往的例子 薩龍就是奧哈拉存活的意志 奧哈拉就是空白100年的起源重要地點 而羅傑一家就是離空白100年最近的人物 羅傑當時當上海賊王 基本上他已經知道空白的100年 但是歲月不夠 所以找其他人奔向大海 讓其他人處理空白的100年 而卡普一家基本上就是空白100年的主角 龍是革命軍要推翻世界政府的人 而魯夫也是最有可能當上海賊王的人 而洛克斯也有屬於自己的使命 因為他攻擊的天龍人 也很有可能是D之一族第一次發起的反攻 這可以參考我這影片 基本上只有羅和黑物質 還沒有公佈他們自己身為D之一族的使命 但我相信我一天之後會公佈的 意思就是海賊王這動漫就是 只要是D之一族 基本上不單單只是打打殺殺 成為海賊王之類的 他們有屬於自己的族線劇情 也就是與世界政府的仇恨 總而言之海賊王的世界 D之一族就是主角的意思 以上就是前提是要 接下來開始深度分析 我一天給黑物質D的意義在哪裡 首先就是黑物質D代表著 他就是復仇者聯盟的其中一員 意思就是 他的任務不單單只是與草帽一團打 或者是紅髮海團打 他的目標是更遠的 復星D之一族 黑物質要如何復星D之一族 大家可能會說 復星D之一族不是魯夫一家要做的事情嗎 我的答案是 應該沒錯 那麼黑物質要如何復星D之一族 那就是他要與魯夫合作打英武 這個論點以前就討論過了 我一直都覺得魯夫有機會與黑物質合作 在加壓島的時候 魯夫的英雄基本上就是黑物質 當時魯夫在酒吧被人圍毆 魯夫沒有還手 最後被打得半死 納美把他狼狽的帶出來 出來後遇到了黑物質 黑物質說了 姑娘這場戰鬥不是魯夫輸了 而是魯夫贏了 然後說了一堆話 魯夫在海賊王第一次 也是目前為止最後一次的 認真聽一個人講話 之後黑物質講出 全劇最有海賊王的話語 人的夢想是不會結束的 最後說了 我相信你們會到達空島之類的 在加壓島 黑物質根本就是魯夫的英雄 在沒有人相信空島 沒人知道為啥他不還權的情況下 有一個人卻懂他想的一切 這裡黑物質用言語認同了魯夫 而魯夫心裡也很有可能認同了黑物質 而在之後因為艾斯的事情 大家會覺得這兩人的羈絆 可以說是完全斷掉了 魯夫在推進城爆打了黑物質 之後魯夫要走時 說了我一定會救出艾斯的 黑物質回答了 我不會說一些無所謂的話 因為這世上沒有什麼不可能做得到的事情 最後黑物質還說了一句 讓這件事情更耐人尋味 那就是黑物質說了 你去空島了對吧 我認為魯夫要與黑物質合作的可能是有的 但雙方避免不了一戰 但如果一戰結束後 黑物質如果想洗白 為第一之一組做事的話 那麼黑物質就會助魯夫一臂之力 畢竟雙方除了海賊王爭奪之外 雙方都是站在同一陣線 第一 與魯夫合作 而這父親第一之一組其實有很多方式 像是薩龍那種也是其中一種方式 黑物質也可能以別種方式來執行 像是海賊王上個世代的王者洛克斯 洛克斯就是嘗試攻擊天龍人 這或許也是他復興DZ組的方式 而身為洛克斯的謎弟黑物質 多次模仿洛克斯的舉動 最後會不會也走向類似洛克斯的道路 這是可以想像的 第二走向洛克斯的道路 再來就是黑物質會當上海賊王 之前有分析過 其實魯夫不一定會當上海賊王 四皇的人都是非常有力的競爭者 而黑物質也是其中之一 所以如果黑物質真的當上海賊王的話 得知了空白100年 那麼他會不會想復興DZ組呢 我想這是很有機會的 第三黑物質當上海賊王 了解了自己的使命 或者是現在的劇情 羅目前對上黑物質 有沒有一種可能 羅的果實會被黑物質奪走 是有這種可能的 畢竟黑物質高機率可以吃下第三顆果實能力 而之前也給出魯夫減少壽命的伏筆 意思就是黑物質有可能使用手術果實給魯夫嗎 這現在想其實有點突兀 但是如果是以DZ組的方向下去想 就沒有那麼突兀了 第四手術果實輔助 回到剛剛 維田給黑物質D的意義在哪裡的話題 第一 復興DZ組 可能是以一母為敵 或者是復興的一塊拼圖 我自己覺得黑物質非常高機率會參與 復興DZ組的工作裡面 大家覺得會嗎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與大家分享 再來就是 如果黑物質真的輸給了草帽團 或者是紅髮團的話 那麼這個D的意思到底是什麼意思 意思他可能不是要復興DZ組 而是他有其他D才可以做到的事情 至於這事情是什麼呢 我想目前給的劇情是比較難以想像的 如果大家有好的想法 可以在下面留言與大家分享 最後就是這個D可能無關 復興DZ組 或者是有關什麼特別的意義 而是他是DZ組的兒子 至於是誰呢 目前最有可能還是洛克斯 第三DZ組的兒子 當然也有可能完全無意義 但我覺得是很D可能的 畢竟黑物質角色刻畫的算是非常鮮明的 不太可能沒有意義 所以黑物質真正的敵人為什麼會是一母呢 首先就是 克拉松說的DZ組是神的天敵 D神的天敵 再來就是一母大人曾經把黑物質照片撕爛丟在地上 所以可能他想滅掉黑物質 意思就是一母可能遲早會與黑物質作戰 第二撕掉黑物質的照片 再來就是這可能是洛克斯未完成的事情 洛克斯攻擊天龍人 有沒有可能與一母有關聯呢 我認為是有機會的 大家可以參考這篇 第三洛克斯未完成的事情 黑物質身為接班人 有沒有機會代替他 最後就是 這很有可能是DZ組的使命 第四DZ組的使命 如果大家喜歡這種分析 請點個喜歡留個言 這樣才會讓YT演算法讓更多人看到 感謝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